各位大家好 當我們在玩任天堂的switch的時候 我們要怎么做直播呢 通常我們做直播的方法就是將這個 任天堂的這個switch 他的 hdmi 拉出來 然后呢 連接到這個 hdmi 的這個一進二出的分配器 分出兩路的 hdmi 之後一路接電視 然後呢一路連接電腦連接截取卡 連接電腦這樣子好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比較特別的方式 就是說 難道只有用電腦 obs 做直播嗎 我不可不可以用 ipad 做直播呢 是的我今天就要用 ipad 做直播 這個你看 這樣子那 一定會有人問說 那 ipad 可不可以當螢幕啊 我就可以少掉這一個電視螢幕的使用了 其實這樣子的 我們這個 ipad 是可以當螢幕使用 但是他的延遲有 100ms 就是 0.1秒 如果你能接受這個 0.1秒的延遲的話 那當然你就不用那台電視了 你就直接用 ipad 直接當螢幕 然後順便做錄影 然後或者是做直播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是假設你們沒有辦法接受0.1秒100ms的延遲 所以呢我今天 連接了這一個 HDMI的一進二出分配器 一路是接電視 一路接 這個 ipad 然后呢 ipad 只有負責 錄影或者是直播 這樣子的介紹 好那我們實際先玩一下給大家看一下好 這個我們先用一下那個超級馬力 好以我現在用這個遊戲來玩 我覺得延遲來講還好啦 那就端看你們的想法就對了好 好那我們等一下的節目會告訴你是說如何用 ipad 做錄影或者是直播 請注意哦 錄影或者是直播 他不能同時哦他是 你要嘛就做錄影要嘛做直播 好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個 app 啊 叫做 media link live 這個 media link live 打開來之後呢 這邊 你現在可以先設定這個 直播平臺 這邊有所謂的直播平臺平臺 你可以先設定你的 元線 比如說你可以設定你的 那個 youtube 啊 臉書 還有 twitch 都可以 啊因為臉書我已經加上去 所以他上面就沒有出現了 好加上去之後呢 你這邊可以設定你的解析度 以做臉書來講話就是720p 720p的解析度 然後位元率是4000以下 那 youtube 的話就沒有這樣的規定了 好 那我們先做直播給你看一下做直播 做臉書直播 我們做 粉專直播 然後我等一下用我的手機給你看一下 好這時候你在直播的時候聲音會關掉你用手把打開來 就可以了 好這是直播的應用好 那要做露營的話怎么露營呢 這邊有一個 按下去有個露營的功能按下去 然後這時候你要把聲音打開也可以打開來 好這樣子露營哦好 我們來繼續玩一下 ok 那我們把它停止錄影好 停止錄影之後他會錄影到放到這個 那個ipad的那個 相本里面 這個相本這邊 看到最下面這邊這就是剛剛玩的 然後預設打開來 這就是剛剛錄影的 有沒有 這是剛剛錄影的 好我們這個街道要告訴大家怎麼連接這個任天堂的switch 接到這個ipad上面去 我們來拍照的 OK 就是這個 我們把他在旁邊的心位置 好 今天就查看 好 我在旁邊的時刻 像旁邊的陀哥 打開來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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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